松子應該也蠻會得罪人的 松子活著就是得罪人 行走江湖 會做事還要會做人 偏偏十二星座各自有自己的盲點 得罪人了還不自知 助理星座的朋友自尊很高 很怕被人看扁齁 所以說話的方式 有時候會給人 裝腔做事的感覺 比如說明明是平背啦 卻用主管的口氣說話 亦或是用詞上常常不自覺就觸人底線 比如說會說 我是比較誠實啦 所以我不喜歡這樣做 啊你比較誠實是別人很不誠實嗎 這樣不知不覺就會得罪人你知道嗎 所以處女座的同學 請意識到自己的修華方式喔 獅子星座最大的問題呢 就是忍不住會自誇 當然啦 雖然你會包裝成在取悅別人 或者是講笑話的感覺 但是說話就是不自覺會透露出一種 我很棒吧 認識我是你們的榮幸吧 的那種感覺 年輕一點的獅子 如果沒人提醒 或大家都面無表情 你可能會以為效果不張 而再加碼自誇 那結果當然就是更加的糟糕囉 所以如果獅子想成為一個意見領袖 或者是在團體中當一個受人重視的人 那你最重要的特質就是一定要謙虛喔 金牛座有分 憨厚型的金牛通常是默默做事不擾人 它頂多最讓人不舒服的地方就是一意孤行 但是聰明型的金牛就不一樣了 非常容易得理不饒人 抓到你的把柄那是毫不留情的一定會酸下去 或者是工作上人家沒問他 但聰明型的金牛會為了力求表現 而給出一些自以為很有用的意見 所以囉聰明型的金牛 當有人聽你說話 聽到後來都開始悶不吭聲了 你就要知道別人已經在不爽囉 因為天秤有一個毛病 就是骨子裡蠻害怕衝突的 所以囉當天秤和別人意見不合時 它會隨意附和或者是乾脆不表態 以為這樣就能維持世界和平 其實錯了 別人反而會覺得天秤做事沒有態度 有點假 除此之外 天秤若是跟誰產生誤會 他也很怕面對面的吵架 所以他會冷處理 希望讓時間沖淡一切 但其實什麼也沒沖淡 因為一直沒有處理啊 請天秤同學記住 一天一溝通負評天秤 巨蟹呢有分體貼型跟神經執行 體貼型的巨蟹座呢很會照顧別人 也很會收拾自己的情緒 而且隨時隨地都在幫大家張羅東張羅西或張羅吃的 但是有一種神經質的巨蟹 它的情緒是過度壓抑演化而來 因為這樣所以他覺得 為什麼所有的人都要欺負我 為了替自己平反 他很可能會公開在社群平台發表長文抱怨 把別人都說成壞人 而且這樣的故事可能一而再再而三 常常會讓人覺得好在倒流算 好吧巨蟹座 你沒有得罪人 但是你這樣不討喜喔 其實射手座是一個很懂事的星座 在職場上誰該靠近誰該討好 他心裡明白得很 但常常討好著討好著 就越過了自己的小主管 直接跟大老闆報告去了 所以可以說是 又或者他還會反過來指導 小主管要怎麼討好大老闆 或者擅自主張去決策 一些主管才能決策的事 雖然你很聰明 你也做得很好 但是這樣叫做沒大沒小喔 那不知不覺 你就得罪了你的頂頭上司了 雙魚有分精明型跟糊塗型 精明型的雙魚 聰明外露 很懂得拿捏分寸 老實說這一組不太會得罪人 只會給人一種 糊塗型的雙魚是靠感覺在走江湖 所以一想到什麼就說出口 連當下什麼狀況都沒有搞清楚 你公司的群組裡有雙魚同事嗎 是不是他隨便丟出一句話 就讓全組冒冷汗呢 因為很可能他說的話 是瞬間打槍了組裡最高的長官 而且你問糊塗型雙魚說 你得罪過人嗎 他會很天真的告訴你 沒有吧 應該沒有喔 水瓶座的人平常蠻有人氣的 因為你們很懂得為別人著想 常常主動幫忙又不求回報 畢竟水瓶真的很博愛呀 但也因為是這種特質 所以水瓶座的人 就敢言人所不敢言 常常會說出一些讓我們覺得 你是不是不想活了的話 例如直接跟公司的高層對抗 然後呼籲長官不要再壓榨員工了 因為你會講到不留餘地的程度 就會讓旁邊的人替你個人捏把冷汗 所以水瓶座不得罪則已 一得罪的應該都是高層有力人士吧 白羊座就是自我的代名詞 當他們很想做一件事的時候 是不管別人的感受的 即使會給別人帶來很大的麻煩 但干我屁事呢 所以咯 有的人可能為了創業而借錢 讓家人飽受借貸下的沒安全感 可是牡羊的想法不一樣 他想的是如果我成功了 那我就能保護你們讓你們吃香喝啦 所以請支持我 就算創業失敗了 白羊座也能說服自己 我能東山再起 對於被他拖累的人一點罪惡感也沒有 雙子座得罪人的方式 那也是你這張嘴囉 平常呢是還蠻懂得看長河說話啦 但是當你自認為爬到某個位子的時候 啊就不一樣了 會時不時的刷存在感或透露出 怎麼樣這件事還是得靠我吧 的這種訊號 這樣是不是無形中就有貶抑別人 墊高自己的感覺呢 這就會讓很多人心裡 虎味雜沉 不小心也算得罪人喔 雙子座還有一個令人詬病的地方 那就是招令戲改 比如跟你約了明天見面 可是又有一個更重要的事情插隊 他就可能說改就改 而且雙子只對下面的人說改就改 所以如果他從來沒有對你這樣 那就是你是他上面的人囉 摩羯座總是過得很悲情 因為摩羯喜歡用受困來體現自己的價值 可是如果這個方式一而再再而三 常常會把一起共識的人搞得很不耐煩 因為事情也許沒有想像中的那麼糟 那你一定要把自己想得如此受害嗎 不要忘記了喔 你會心想事成喔 所以你呼喚來災難 災難就真的如影隨形 而且當摩羯存心要沉溺在泥道裡的時候 別人是拉不出來的 所以啊曾經有為了摩羯抱怨說 三年前公司就不知道他用心良苦 結果三年後我再碰到他 他依然在講同一件事 同樣別人不知道他用心良苦 像雙魚至少好歹還分成兩組對不對 巨蟹也分成兩種對不對 可是摩羯不是摩羯永遠都是一搏 喔我只能說天蠍座的同學 你們總是一針見血 往好處講你們是人性觀察家 特別是別人的黑暗面裡是看得一清二楚 那往壞的地方想就是 你幹嘛說出來呢 沒辦法誰叫天蠍真的天性討厭那些品性不好的人 只要被天蠍認定貪婪啦懶惰啦 笨啦拍馬屁啦 因為他看得一清二楚 他就會忍不住想要告訴全天下以及說出來 又或者有人得罪天蠍了 天蠍也沒有辦法裝作不知道 沒辦法做場面 不喜歡轉頭就走 他如果留下來 不知道會說出什麼話 天蠍這種愛恨分明的特性 實在使他很容易得罪人 請記得旁邊用兩條江繩把它拉住好嗎 好啦今天做這一集呢就是要提醒大家 因為你有盲點 你可能這樣做 覺得自己很天然 覺得這樣做是沒有錯的 可是殊不知在別人眼中看來就是得罪人喔 所以如果你有因此而自省而得到了啟發 那麼就是我做這支影片最大的安慰了 雖然我也知道有點沒用 沒辦法啊就是會爽嘛對不對 那就盡量的爽盡量得罪人吧 嗨大家好我是唐啟陽 從這個月開始我就會在Vogue頻道跟大家見面了 我會在這裡呢分享很多新作的小嘗試 或摘新的小知識 我們Vogue見